好的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 台湾时间2月15号的上午 美国第七舰队排驻在神奈川县 横须赫基地的提康德罗加级的神盾飞弹巡洋舰 昌塞勒斯号 还有通过了台湾海峡 这是美军在一周之内第三度的巡弋 台湾附近的海域 我们回顾一下第一次是在2月12号 美军的冲绳加首纳基地起飞的两架 一个是MC的130J特战运输机 还有B-52轰炸机 都分别从东还有西两边 飞越台湾海峡 还有台湾的东方海域 还有第二次是2月13号 美国海军的一架 P-3C反潜机飞到了巴士海峡来绕行 那么这三次的绕行都是在解放军 连续两天派出军机绕台之后所发生的 另一方面 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 也在这个时候提出了所谓 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台湾SOS Act 判松绑台湾人员在美国 受到的一些限制 那么这个法案是表示 美方应该要准许执行公务的 台湾的外交 还有军事人员在美国的领土 可以展示中华民国的 青天白日满丁红的国旗 还有穿着他们的军制服 那么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 我们就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 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 今天位于台北演播室 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来宾是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 及国际关系学系的讲师 黄玉琼老师 在美国之音 华盛顿演播是现场的 是前美国副总统 倩尼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叶旺辉先生 Mr.Steven Yates 欢迎二位 那么和我一起主持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 叶博弈 那么听众观众 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来发表您的观点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 请拨00852 3001 7560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 可以拨打002 852 3001 7560 那么在香港 我们有一支热线电话 香港的听众观众 可以拨打3001 7560 来参加今天海峡论坛的 节目讨论 并向两位来宾提出您的观点 那么我首先想先请教 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的 叶旺辉先生 事实上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场 就有听众观众打电话 接下来北京的张先生 还记得吗 他说现在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这么严重 为什么解放军还会有心情 在这个时候 连续两天 出动他们解放军的经济 去飞越台湾海峡来挑衅台湾 您认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会在这个时候 解放军连续两天 来进行绕台任务呢 那按照我们美国 和西方的传统分析的做法 我们觉得 在中共的执政任期内 如果国内发生问题的话 他们平常就会利用 国际的一些安全措施 来把他们国内的观众 瞄准国外的话题 也许是要引起爱国主义的一些心情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病情危机的时刻 会威胁台湾 就是也许是因为要引起 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些态度 但是我觉得对国内和国外的观众 大部分的人看这样的行为 会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因为他们有好多次 利用这个 他们人民需要帮忙的时候 来打一个政治战争 所以如果是迫害海峡两岸的稳定 或者要攻击美国 他们也甚至利用推特 来批评美国的官员 但是这个推特这个工具 不能在中国国内自由利用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国际观察员 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hypocritical 双重标准的一种做法 我也觉得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为什么他们会在这样的时候 这样做的 但是因为他们在国内 有他们不想讲 不想让大家多看的一个问题 好的 感谢叶万辉先生的分析 那么除了刚才叶万辉先生所说的 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时候 要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这个用民族主义情绪之外 也想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军老师 你怎么看 有人说刚才其实北京的张先生 有在我们节目上半场提到 这会不会是因为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很多人认为说习近平 他可能面临的不只是疫情的严峻性 而且是还有他政治上面的危机 他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连续两天派解放军经济去绕台 是要证明他还能够定于一尊 他对这个军队还有控制力 我叫你绕一天就绕一天 第二天还要继绕 他也能够指挥的动军队 你认为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原因在背后呢 黄玉军老师 第一个我接着该这个叶旺辉先生的话讲 只是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这种民族主义可能跟美国是相反的 就是说在美国这种民主自由的国家 民族主义可能是人心中他自己发展出来之后 那政治人物可能利用这样的情况去把这个情绪收入到他自己的这个支持者当中 但我觉得中国大陆刚好是相反 中国大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刻意的 就是他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再搭配他们的宣传手法 去转移民众对现在疫情对于习近平的不满 我们最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在一些网路上 一些中国大陆这边的人 他们开始对习近平可以说是第一次比较大规模的批评 这是习近平上台这么久以来 我们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他在现在在国内第一次受到批评的时候 他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转移一个焦点 那他的焦点他第一个是让他的这个国内的民众知道说 这个外面很多人可能有这个在台湾是反他们的势力 所以我们现在呢你不要批评我 你要把这个剑靶划到那边去 第二个他同时也是在跟美国在这个台湾台海地区 做一个军事上的对抗 达到他自己所谓的政治目的 我们不要忘了在去年 我们吴钊燮部长曾经说过 这个如果中国大陆有国内的不稳的情形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会造成威胁的 所以中国共产党现在他在去制造创造出另外一个议题 在台海这边 那我觉得他就是希望台海这边有冲突 他就是希望台海这边军事上能够有一些不安定 让他去做转移焦点 甚至他在这个上面可以获得他很多的政治的这个获利 所以我觉得这就就是正正的反映出了习近平现在执政权力的不稳 跟他自己内心的不安 那是否说这个解放军是不是对他的权力开始有所动摇呢 我觉得事实上我们长期在观察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事情的话 习近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并不是这么的稳固 所以我认为任何的现象发生都会直接挑战到他的统治的正当性 所以我觉得当然他一部分也是要把他在对于军方的影响力 演化出来给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敌看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有三种观众 就是中国共产党里面的人 还有他希望转移焦点给中国人民所看到 因为是对他的统治的挑战 以及国外的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美国或者是国际社会 他还要让大家觉得说习近平不但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者 他还会造成你的困扰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恰恰的反映出习近平现在内心的不安 跟中国现在疫情可能真的非常严重 好的感谢黄玉京老师的分析 不晓得叶旺辉教授你怎么看 刚刚黄玉京说这可能是显示出现在疫情是真的真的很严重 所以习近平才要用这样的一个动作来威胁台湾 那我刚才想请教你们的是 我刚刚很详细的数了一下 在这个解放军连续两天的这个军机绕台之后 事实上美军也是动作频频 而且是三次超过这两次三次 2月12号的是这个C13栋的特战运输机 还有这个B52轰杂机 很特别的是一个是台海中线 一个是台湾的东海案 等于是从东西两边来这个有人说是保护台湾 另外就是这个2月13号的是P3C的反潜机也到了巴士海峡 是南边这边绕行 另外就是2月15号最近的一次是 连第七舰队的神盾级的巡洋舰也出动 等于是在解放军绕台之后 美军这边有三次 你怎么看这美军这三次 不管是飞机也好 还有这个美国的军舰也好 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呢 我觉得贺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和战略 但是贺阻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对方相信不相信 你有这个决心和能力 我觉得在川普总统任期内 他两个国防部长 他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consistent 每一次中国要迫害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 或者他们要在南海或者其他的地区 挑战美国和国际社会的自由 自由航行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们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中国如果有一点点的挑战 美国就会有很快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反应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和应该的一个政策反应 那为什么中国会在这个时刻这样有这个动作呢 就是刚刚我非常跟赵秀的意见 我非常赞同他的分析 但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刻也会很清楚的 在国际社会提出这些话题 因为美国要让全世界不要太看重美国的这个政治的战争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大媒体 或者我们政党要攻击川普的这个游戏 不要忘记美国在这个时刻 我们国防能力和我们国际决心是越来越强的 所以面对解放军或中共的这个挑战 川普总统这个执政团 他们有这个决心和能力 不要让中国北京或者国际社会误会 好的 感谢叶旺卉先生 继续要请教在台北的黄玉京老师的事 比较严重的是 其实因为我刚刚为什么要这么详细去数这三次 其实包括了这个C13栋的是特战运输机 还有B-52的空炸机都是非常先进的 还有反潜机也出动了到巴士海峡 还有这神盾级的巡洋舰 等于是海空美军都在 如果美军没有这样子一定的情报的话 他其实这几天出动这个频率算是蛮频繁的 另外就是回到刚才叶旺卉先生前面也特别提到了 如果现在疫情真的这么严重 习近平要面临的危机又这么的深重 他真的必须要透过一些手段来转移注意力的话 那台海会不会是他第一个可能会选择 去转移注意力的一个焦点 会成为一个火药库 你认为在中国现在内部疫情这么严重 习近平面临政治危机的情况之下 台海这边美中两国升高军事奖励的情况下 台海会成为下一个可能的冲突点或是引爆点吗 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次疫情的严重 就恰恰反映出我刚才所说的 两国之间的不信任的加剧 就比方说中国大陆现在这么大的疫情 它也开放了WHO的一些专家学的进去 但它就是不开放美国的这种相关的医疗人员进去协助 所以这就恰恰反映出他们在这次军事上 双方因为不信任 战差越大越大的摩擦 虽然我们看到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还在军机烙台 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军机烙台 他过去就有做这样子的行为 只是我们在现在的情况点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大家的反应跟过去是一定不同的 我们在解读过去的含义的时候 它也有所不同 那美方这一次非常有意思 尤其在2月15号 这个昌斯洛维号 昌斯洛维尔号出来的时候 因为它是一个装有全数位战斗系统 整合系统的 就是可以反潜反舰跟反空系统 这样子的战舰出来的时候 就代表说美军现在是全面的发现 中国大陆不只是单一的 它是全面区域性的希望做防御 那这样子如果接下来不断的升温的话 对于台湾台海之间的安全是有直接的反应的 那我们常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虽然北京当局 他们每一次军机烙台或是航舰烙台 都说要对付这个是台湾的台独分子 那我们知道他们真正要面对的是华盛顿 跟他们的真正的军事目标是华盛顿 所以台湾只是两边角力其中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地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台湾常常呼吁说 台湾这边不能变成一个双方牺牲下的一个棋子 而我们必须还要反过来去呼吁两边和平稳定 那我认为现在近来中国大陆这边疫情这么严重 那习近平跟北京当局 他们应该持续持续的加强防疫的工作 而不是在台海这边创造一些不必要的 甚至不可一旦发生的 会不可婉拒的一些冲突 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好的 感谢黄云君教授 一把时间交易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好的 那么刚刚我们谈到是军事方面的行为 下面我想请两位来宾来谈谈外交方面 外交方面的话 最近我们注意到一向反共的参议员Ted Cruz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台湾主权象征法 它的简称叫做Taiwan SOS Act 这个SOS就是symbols of sovereignty 就是主权的象征 意思就是说在美国从事公务的 台湾的外交官员 文官你可以佩戴国旗的徽章 武官你可以穿着制服 那么Ted Cruz他特别强调说 美国政府不应该驱从中共 强迫一个自由民主的政府 必须隐藏它的国旗 丢弃它的制服 那首先请教在华府的叶王辉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Taiwan SOS Act 它的这个实质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提案 那Ted Cruz他是一个非常清台的一个参议员 他在德州有很多台美朋友支持他 也全美国有很多台美朋友支持他 而且他原则上是反共的一个态度 所以我不惊讶他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 但是这个内容是非常重要 川普以来从79年以来 美国的有一个所谓的相争的政策 我们利用相争的步骤 让北京安心了解到 我们承认北京政府就是全中国的政府 但是我们也利用很多象征性的一些步骤 让台北了解到 我们还会保留我们政府与政府的关系 但是这个关系不是正式外交的关系 所以这个差别到几十年以来 大部分的美国官员 大部分的国会领导人 甚至大部分的美国人 不了解这个象征性的政策和步骤 所以Ted Cruz这个SOS Act 代表大部分的美国人的态度 觉得全世界唯一民主国家 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就是台北 所以我们希望在中国共产党 对台湾没有一点的主权的情况之下 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限制 我们自己的政府和人民 跟台湾人民和政府的来往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 其实我有点惊讶 去年没有提到这个话题 因为这个是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 最适当讨论这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今年2020年 非常值得讨论 好的 谢谢叶王辉先生 回到台北一下请教了黄老师 关于这个Taiwan SOS Act 您的看法 特别是在台湾的这个旅行法 台北法案之后 又在推出了这个台湾主权的象征法 您觉得美国是不是开始有倾向 改变它的所谓的一中政策呢 我觉得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 那因为现在看起来 它某种程度上 只是去让台美之间原来既有的交往 去让它更正常化 那我们可以回溯到2015年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沈旅荀在台湾驻美的 中华美国驻美大使 他有一个升旗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北京的这个施压之下 欧巴马政府就签了一个对台交往准则 他等于就直接的否定 我们现在这个SOS如果过就直接否定了 那时候备忘录的一些精神 但是他现在说国旗跟制服可以在美方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军方就有派一些人 去美方不管是受训或者是来往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外交官本来就在那里 所以这个在现在看起来 它并没有一个突破过去交往层级 或者交往的这个来往的这个层次 它只是让它这个再正常化一点 也是回复了台湾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关系 所以有没有打破一中框架 我觉得这只是一小步 那只是这个一小步 能不能带来未来的一大步 我觉得这对于未来在华府那边的气氛 这个法案确实是非常的有象征性 但这个法案的内容本身 我觉得是目前看起来并没有突破 美国的一中政策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在里面 好的 谢谢两位来宾 东宁 好的 我也简单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 就请两位来宾来做一个综合的回应 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 几十年来台湾在统独问题上争论不休 始终无解 因为国际社会既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承认中华民国 维持现状的台湾在国际地位上 成了亚细亚的孤儿 那么现在好了 他认为风向变了 因为这个允许中华民国的国旗 在美国可以飘扬的这个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连这个深绿的也支持 希望民进党 他希望民进党能够顺应这样的形式 转变台独的思维重整中华民国的旗鼓 因为他认为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最大公约数 也是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这是这位网友阮伟成他的个人看法 另外还有一位网友ZLL 他说事实再次证明了共产党不倒 中国不会好 因为大陆人民终于开始觉醒了 你们终于可以了解 为什么台湾人会越来越不想跟大陆统一了吧 是共产党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招牌给搞砸了 也是共产党把台湾给推得更远了 这是两位网友的个人评论 我想先就这个第二位网友这个评论来请教叶王辉先生 因为他说这个是中共 他自己一个政策 把这个台湾是越推越远了 其实我们就拿现在的情况来看好了 武汉肺炎这么严重 现在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台湾能不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 也作为这个国际公民的一份子来 因为台湾的防疫跟这个研发新药也做得很好 可是中国却不断 国台办不断地说一国两制 一中原则 而不让台湾参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知道美国和日本也都是赞成 台湾能够尽快地加入来一起对抗这个武汉肺炎的 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WHO的领导是非常不好的 他公开的说法我觉得不合理 是太亲北京的一些说法 但是我觉得很希望中国和台湾观众能够了解到 这个不只是一个两岸的问题 中共它这样的行为 引起了美国人和全球自由民主的人民的一个反应 这个反应是说 我们过去40年的这些政策 不只是违背台湾人民的希望 是违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自己的安全的原则 所以这个转变像Ted Cruz这个SOS提案 这不只是要对台湾人民做一个帮忙 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在国内反省 觉得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和自己的政策需要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WHO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让我们多思考 我们自己国内的政策是多烂 需要改善 好的 感谢叶旺辉先生 我们节目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就把这一分钟留给在台北的这个黄玉均教授 请您跟我们今天的讨论 前面谈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还有回应一下刚才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 其实中华民国的国旗 现在如果可以在美国飘 他认为中华民国是这个 不管是台湾内部也好 也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公约数 您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吗 一分钟 中华民国过去当然是自由中国的代表 那现在当然在政治上 中华民国在台湾 那也是继续在民主价值上 在全世界宣扬 那我觉得彭斯副总统跟世界上 台湾很多的朋友都认为 我们确实是华人 这个民主的一个典范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个中华民国能够让中国大陆 未来越来越民主化 那最后我觉得台美关系呢 在过去的40年呢 也是风雨缥缈 那现在慢慢的能走回正轨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热观其成的 但是在这样子的大框架底下 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 不管是北京 华盛顿或者是台北 都要以这种自由人权 或者是这个和平的一个立场 去来做交往 那在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 这种心状惯形的肺炎 这么窗绝的情况下 我觉得事实上各方都应该放下一切的旗舰 帮助这个疫情 度过疫情 帮助病患 才是我们现在首最重要的工作 其他的事情都应该先放到一旁 谢谢两位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 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 王有美的讨论 那么祝福大家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谢谢大家 东宁 好的 非常感谢博弈 也感谢今晚的两位来宾 台湾当中大学的黄玉军教授 以及前副总统借尼的副国安全顾问 叶婉慧先生 Sieven Yes 来到我们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 那么来宾和网友提醒大家 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今晚来不及收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 也可以收看我们在社群网站上的视频 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facebook.com 斜线voachina 还有youtube.com 斜线voachina 那么明天星期一 时事大谈的话题是 求是文章 接疫情决策内情 习近平的地位是否不降反身呢 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 也别忘了收看 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祝您晚安 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与您再会了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